太平山頂目前水汽不夠,所以不夠露燒了 不過,如果從較高的地方來看,也許可以看到一些社會 丟到的秋季頂頭。另外,玉山起上山才不用說也一定露燒 除了太陽靈斑頂頭的設施,世界看到的都是白色的世界 如果山頂很冷的,八點也很高 早上最激烈在馬祖南間2.9度,廟裡3萬6.8度 通風神頂也只有7度,不過寒流也不走,還冷一天 淺藍色的區域都是10度以下可能的範圍 那大家明顯可以看到,在高雄以北到宜蘭花蓮 局部地區都還是會普遍性的出現10度以下的氣溫 甚至在中北部宜蘭跟花蓮,有些地方可能會出現8度以下的氣溫 如果輻射冷卻的效應比較明顯,也不排除 像北部內陸近山區比較空曠的地方 有可能出現6度以下的氣溫 白色穿越大冷,加上博士冷卻,所以早晚特別冷 起上水的尖堆,19位官司發布幾溫特部 廟裡以北都是甘色的地方,氣溫在6度以下 在聽說,白色的日子,這個寒流才會逃逃的減少 未來這一週的溫度趨勢來看,在明天寒流減弱之後 各地白天的氣溫都是呈現逐漸比較回升的狀況 不過基本上台灣附近還是屬於一個東北風到偏東風的環境 所以迎風面向北台灣來講,它的氣溫雖然逐日再回升 但是回升的幅度比較慢一點點,所以以北部來說 雖然沒有這兩天寒流這麼冷,但整天在白天來講,感受都還是偏涼 氣象宿提供北台灣回升的速度更慢,又是很冷 提供民眾做對調的情和高、加好修 民視新聞綜合部都